拉高台湾平均的有钱是真的蛮多的 像是我们带您看到在士林区人民路这个地方 它是非常有名的阳明山名人像 在这边很多别墅都盖在这里 最近就被发现了 其中有一栋两层楼透天 以总价9500万元 相当于快要1亿台币成交了 一查没想到竟然是国际集团重要高层买的 而这位高层还有陈泰明 大帐房的称号 带您看看 走进阳明山巷子 一栋栋豪宅助力很是气派 每栋房子各有特色 而这条巷弄里最新出现一笔巨额交易 一栋两层楼透天 建物220坪 土地185坪 以总价9500万元成交 换算土地单价约51万元 有时候他有写出来 我儿有看到 我感觉他们是会卖 这条路往台北 说不定里面巷子进去也有 仔细一查 这次买家是国际重要高层 甚至还有董事长陈泰明 大帐房称号的谢锤莲 来头不小 毕竟驻阳明山豪宅的 真的都是大咖籍 像是东远集团董事长黄茂雄 国宾饭店老板许玉瑞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黄冠金属工业总裁林文雄 前后都在阳明山上制产 甚至阳明山上还因此出现了 全台北最有潜力 的确今年阳明山附近出售的豪宅 其实也不少 除了人民路的9500万透天座 5月时成交一户2亿2500万 未在养德大道一段的透天 7、8月各成交一笔 而11月养德大道二段上 还有别墅以3亿2000万元成交 可以观察到对于这些高资产的客户来说 可能产品的价格或许不是最大的问题 而是它的独特性跟能不能够满足 个案的业主的需求 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 好山好水环境相对清优 成为高资产客户 购置房屋时的考量重点 也让阳明山杜上一层金 东森财业新闻网家宏张可君综合报道 想当地产王就看EBC地产王 最独到的房事件要分析 最专业的知识最亲民的内容 就在EBC地产王